他們遲早都會查到我身上 如果我向皇上請罪 你以為我豈不是從興法羅? 天子犯法, 越樹民同罪 萬一皇上將我交給錦衣衛手上 豈不是被死這麼難受? 公主, 你先冷靜點 事關更大, 真相未明之前 像是輕舉妄動, 要從長計議 那你覺得本宮應該怎麼做? 你也是靠不住的 他一定可以幫到我 沒有, 公主 有沒有見過淑妃娘? 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見過其他可疑人物? 沒有 三寶 三寶, 我這次闖得很糟糕 你一定要救我 公主, 你這次又打破了 宮中的什麼奇珍義寶? 識事打破了宮中的所有奇珍義寶 比起上來都是小事一宗 我和我竟然一時烏龍? 我… 碧姬參見永陽公主 馬兄, 你好 見到公主你就好了 碧姬正在調查淑妃娘娘遇害一案 想永陽公主回答幾個問題 你想?問什麼? 她負責事後淑妃娘娘為宮女隨意所說 淑妃娘娘遇害當晚 最後見過的人就是永陽公主 所以悲職想問公主 你和淑妃娘娘當晚的會面情況是怎樣 以及談過什麼 這些事本宮不太記得了 不像平日一樣, 閒話加嘗下 永陽公主當時有沒有留意到 淑妃娘娘有沒有任何異樣呢? 譬如說, 她有沒有曾經透露和別人結怨呢? 沒有吧?本宮不太記得了 那公主當時有沒有留意到… 你煩不煩? 淑妃娘娘出了事 本宮已經很傷心, 不想再提起了 查案是你的責任 請你自己去找線索 不要一直問我這人, 問我那人 勾氣本宮的傷心事 公主, 冬兄也是奉命行事 想盡快查出真相 希望你能夠體諒 冬兄, 之前我也向太監和宮女查問過 他們說當晚淑妃娘娘見完公主之後 拯推所有的下人, 沒再見過其他人 根據各樣證據來看 殺害淑妃娘娘的兇徒 是相當熟悉他們的生活習 很有可能是他身邊的人所遇 公主, 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沒事吧? 本宮突然覺得很頭痛 先回沉宮休息, 你們慢慢查吧 公主跑得這麼急, 想跑去哪裡? 本宮不是說了不舒服 要回沉宮休息吧 公主殺了人, 良心當然會不舒服 你…你說什麼? 你不用再做戲了 我查得很清楚 淑妃娘娘是你落毒害死的 你還想走? 我不知道會毒死淑妃娘娘的 我不是故意把你放過我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殺人斷命 即使歸為公主, 也沒有情緒 讓我把你帶回去錦衣衛衙 好好享受一下, 後勤也知名 不要… 不如再在公主的臉上割斷了他下來 當是見面來了 不要… 母后, 神儀本想好好侍奉到你中老 但是真的想不到會發生一些禁的事 希望母后你在王全路上 千萬不要心懷怨恨 人世間的事就讓神儀去處理吧 皇十七哥這麼說 莫非要找我報仇? 皇十七哥? 誰?出來 永陽?你躲在那裡幹什麼? 皇十七哥, 我… 你半夜三間鬼鬼祟祟地躲在那裡 一定有古怪的 你別說, 古怪王兄對你不客氣 對不起, 皇十七哥 永陽好心做壞事 你一時錯手, 害死了淑妃娘娘 你害死了淑妃娘娘? 母后, 你真是死得冤枉 殺人鐵命, 無論有心還是無意 是永陽害了淑妃娘娘枉死 令皇十七哥無恥分離 永陽眼前其咎 唯有親切向皇上請罪 永陽, 不要 皇十七哥, 你別抓住我 你讓永陽以死謝罪吧 永陽這次只不過是無心之失 你只是想淑妃娘娘好而已 那算是情有可原 死者而言 就算永陽真是以死謝罪 娘娘也沒辦法死而復生 淑妃娘娘對永陽寵愛有加 永陽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渡的事 還有什麼面目見大家 但我… 那倒是, 永陽只要淑妃娘娘痛疼你 那試問他又怎會忍心見到你有事呢 何況皇上剛才登記, 朝中人生離敵 若然永陽謀然去謝罪的 就算是無心之失 也難保有人借錢興風俗落 這樣只會加重皇上的煩惱 但是皇上已經下令錦衣衛徹查此事 此包不住火, 我怕遲早都會查到我身上 那倒是 如果真是落在錦衣衛手中 慘受各種酷刑折磨 到時候真是生不如死的 那…那怎麼辦? 皇十七哥, 永陽不想被那些妖惡凌辱 這樣吧, 皇兄幫你想我權而知計 永陽, 你先行離開皇宮 去城郊西縣賺平 此事就讓皇兄替你設法擺平 皇十七哥, 你對永陽真好 放心吧, 此事就交在皇兄身上 你就等皇兄的好消息 你… 永陽無心之失闖下離天大禍 有父皇上與諸位皇兄同愛 愧對先王, 唯有離宮反省物裂 永陽到底闖了什麼大禍 要留書出走這麼嚴重 朕也莫名其妙 三婆,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不妨直說 回皇上, 永陽公主曾經來找過三寶 他說自己闖出大禍, 想請三寶幫我 公主開有透露究竟是什麼事? 當時那些三寶正在偵查淑妃娘娘一案 以為公主只是打破了宮中的古門之類 小事, 未有及時加以理會 若然三寶注意到的話 應該可以阻止公主離宮出走 公主生性驕種 三天闖一小禍, 五天闖一大禍 馬三寶你未有遺意, 易叔正常 無需過分自責 臣記得永陽曾經在御菜園偷放煙火 將先王親自搭建的菜篷銷毀 先王也只是輕責幾句了事 其實無論永陽闖了什麼禍 大家都會原諒他 這次何而要離宮出走這麼嚴重 他這次闖的禍, 實在難以啟齒 令我, 莫非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神確實知情 不過神答應了永陽要替他保守這個秘密 事到如今, 你還想和他隱瞞? 事件是這樣的 永陽昨晚來找神懲悔 原來得知淑妃娘娘決已服毒殉死 想說偷偷換走了淑妃娘娘的毒藥 誰知道他一時錯手 就將珍珠妹和老鼠藥調轉了 所以又令老淑妃娘娘奉毒身亡 神當時已經力勸永陽親自向皇上請罪 相信皇上一定會格外開恩, 重興發落 真是想不到永陽她竟然畏罪前逗 皇上, 請說卑職多言 其實此案一天尚未查明 一天無法肯定淑妃娘娘的死是何人造成 當中有可能另有內情也未定 神也覺得此案疑點重重 真相有待查查 不過神現在更加擔心的 是永陽一時糊塗會做出壞事 你現在看的是TV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V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